在今天召开的新疆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专题新闻发布会上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将支持新疆自贸试验区 努力吸引国内外资源要素 重点围绕促进投资便利化 增强金融服务功能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开展探索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 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 将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构建综合数字服务平台 支持自贸试验区充分发挥新疆能源和气候优势建设数据中心 参与东数稀算工程建设 加快国际通信设施建设 助力数字丝绸制度建设 将加强数据信息合作 支持新疆自贸试验区与中亚国家 依法有序开展数据信息交流合作 推动数据信息服务 互联网业务等领域的互联互通 此外 在支持新疆自贸试验区外贸创新发展方面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要推进边境口岸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全覆盖 实施重要矿产品口岸加卸货地联合监管模式 建立整车保税仓储一次检测一次运输 一体化作业的三个一监管模式 支持自贸试验区内的企业 按照综合保税区维修产品目录 开展两头在外的工程机械 轨道交通 航空航天等保税维修业务 培育具备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中转 集拼和国际分拨业务 促进加工制造及生产服务上下游企业急剧发展 在发展新模式方面 推动建设边境舱和海外舱 构建多舱联动跨境集运模式 提高跨境订单物流运输效率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提高产品售后保障能力 促进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